特曆啦 中文是啥 龍舌蘭 對 龍舌蘭 龍舌蘭 完了 太冤了 太冤了 科羅納啤酒躺槍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Ivy 歡迎來到Ivy的微信酒館 這期節目呢 我們要為科羅納啤酒證明 順便測評一下這五款爆款啤酒 哪款更配炸雞 想看更多喝酒吃播的朋友 在屏幕上扣1 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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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的最後呢 我會教大家 用科羅納啤酒來挑一個 聚上頭的雞尾酒 一定要看到最後三連走起喔 不許下次喔 大家好 我是Ivy 歡迎來到Ivy的微信酒館 花刀七分 酒之微信 讓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敬酒 做這期視頻的原因呢 是我有一天在Twitter看到 Corona他們官方發的一條Twitter 哪是這麼講的 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喝科羅納啤酒是不會讓你的新冠肺炎呢 如果你喝多了呢 只會可能讓你想嘔吐啊 想多吃點Taco Bell Taco Bell就是一個美國的墨西哥餅 或者呢你第二天醒來 在你不喜歡的人身邊 我就覺得特別的有趣 那麼科羅納為什麼躺槍呢 它的英文名字呢就說Corona 剛好呢跟新冠肺炎Corona virus 差不多相近了 就讓一些消費者有一些負面的聯想 從而呢他們覺得 可能喝Corona啤酒會得到新冠肺炎 那以下呢是一些外國沙雕網友的圖片 給你們分享一下他們的想像力 而且CNN也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大概787個人中有38%的人說 他們再也不會喝Corona啤酒 有14%的人說他們不會在公共的場合喝 那這是要在家裡偷偷喝的意思嗎 那由於這樣呢 Corona集團的股價簡直跳水 損失了兩億的軟妹幣 今天Ivy去超市豚酒的時候 發現Corona架上簡直是無人問津 我就覺得他好可憐 我就帶了好幾瓶回家 順便我在旁邊也看到這幾款爆款啤酒 我就想把它買回家看哪一款最配我的炸雞 其實就是我今晚特別想吃炸雞 找了個機會 咕咕咕 這期視頻還是要點硬核知識內容 那啤酒呢是以小麥芽和大麥芽作為原料 在家啤酒花經過液態發酵釀製而成 那啤酒的分類是按照它的釀造工藝來分 分為Lager和Ire Lager屬於下發酵啤酒 酵母是在發酵桶的下邊工作 溫度大概在10度左右 所以它的風格是會比較清爽容易喝 可以用來乾杯的啤酒 產量是佔啤酒的重展量的90% 那麼Ire是屬於上發酵啤酒 酵母是在發酵桶的上面工作 溫度大概在10到20度左右 稍微比Lager高那麼一點點 所以呢它出來的風格呢是口感紅厚 顏色呢也會比較深一些 上機 上杯我準備好了 那我們今天來測評的第一款是這個 1664 這款我還沒見過 它是紅果味的 我不知道這款 從幾年前就特別受歡迎 它是紅色的 先試一下 哇 一股草莓和覆盆子的味道 特別的清爽 就讓人喝了還想喝 不錯你看 這它是有一點點紅的 哇 試一下 跟雞搭配一起 哇這個太好喝了吧 這真的特別適合女生喝 它沒有那種苦味 是完完全全沒有啤酒化的苦味 就是果味 帶一點草莓啊 膚盆子啊 還有一點柑橘樂味的味道 有沒有什麼酒精度 這多少度 4.5度 Easy easy 女生自己喝一瓶也沒有問題 當然 這真的好喝 這款1664的紅果味確實不錯 但我覺得這個1664呢 因為它是有一點草莓的甜 不太去適合搭配這個 有點油膩的炸雞 確實比較適合單喝的啤酒 第二款我們來試一下 燕金啤酒中國代表 開了開了 我特別想聽這種 一拉罐開的聲音 特別解壓有沒有 燕金啤酒 我還沒有喝過 我才 今天還看網上有人說 北京人說 如果喝常溫燕金 寧願喝鳥 真的有這種說法 你看這是 不會倒啤酒 這個的顏色就 清澈一點 燕金的麥味很重 沒有什麼其他的厚味 來試試跟炸雞有沒有 耶穌雞這麼好 太好吃了 麥的味道比較濃一些 剛有664就全部是果味 現在是麥味 而且特別清爽 蠻適合 我覺得蠻適合配羊肉串的 不知道為什麼 來一打羊肉串 跟炸雞配我覺得一般 那下面我們的主角登場 科羅娜 繼續 試試 試試科羅娜 科羅娜它主要暢銷於北美地區 而且這是科羅娜的Extra 就是特純型 他們還有科羅娜LINE 我還上網去查了兩個有什麼不同 就是卡路里的不同 這卡路里還比較高 試一下科羅娜 這跟燕金有點像 也是其中於大賣味 但科羅娜後味有一點點苦 像喝茶的那種苦澀的味道 總的來說清爽 還稍微帶有一點柑橘味 很不膩 很不錯啊 那現在測評的這三個來說 我覺得科羅娜的味道是最好的 跟炸雞是最配的 喝啤酒真的有一種飽腹感 下面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炸雞的炸雞 這個我去日料店吃串燒也會經常點的 那就是很適合這種炸的東西啊燒烤 這些啤酒的酒精度大概都在五度左右 吃下這個 好喝 麥芽的味道 Sappora的麥芽應該是裡面是最重最重的 然後還帶一點甘甜 它是後味是回甘的 Corona是回苦的 我最新的 雞干貝朋友們 Perfect 就是你了 這個配炸雞 絕配 朋友們你們可以在家試試用Sappora去配炸雞 真的絕配 很清爽 瞬間解膩了這整個炸雞的油 最後這個我要測定的是 建立式的黑皮 這個我超級期待 它是艾爾類型的啤酒 開箱了 什麼味道啊 怎麼跟喝涼藥一樣 倒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是黑色的 我試試一下這個味道 那它泡沫好像沒有之前的那麼多 就上面 淺淺了一層 它有股咖啡的味道 那種濃縮的味道 還有一點點巧克力 再加一點苦苦的麥芽 它挺特別的 而且我以為黑皮的酒精度都會很高 其實它是這五款裡面酒精度最低的 4.2 我們剩下用黑皮來配炸雞 這很快肥一點 這是一塊雞皮 這樣這樣這樣 這是一塊雞皮 炸雞就是雞皮 是精索 有一點酒精度的黑咖啡味 很好地解膩了這個雞的油 不錯 我一直都沒有想過用黑啤酒來搭配炸雞 是吧 你看 有時候這種搭配呢 就是你要自己多試 你有時候想不到的搭配 其實是最好的搭配 那麼今天最搭配炸雞的這啤酒 我選出兩款 就是日本代表隊的Sappora 和德國代表隊的建立石 大家以後也可以在家裡嘗試一下 那如果不搭配炸雞單喝的話 我會建議喝這個 1664 真的這個果香 我現在都想再喝一口 一口一口停不下來 你就不覺得自己在喝啤酒 再喝一個代氣的 有點麥香味的草莓汁 福利時間到了 怎麼調出一杯 用科羅納啤酒 讓你的男神女神都愛上了雞尾酒 首先 你要準備一個高杯 放上冰 你可以隨便買任何牌子的Takila 中文是說 龍舌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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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任意買一款任何品牌的龍舌蘭 龍舌蘭 Takila Takila龍舌蘭 救命啊 你弄死我好不好 你可以買任何一個品牌的Takila龍舌蘭 龍舌蘭 龍舌蘭 然後倒那麼大概一個Shot左右 那我們今天這一杯叫做Corona Sunrise 科羅納日出 給你看一下日出的顏色是什麼寶貝 第二步呢我們要加上橙汁 大概加到半杯這樣就好 那最後呢再加上我們的科羅納啤酒 有沒有日出的感覺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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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你找個橙子 這一步也不是必要的 就是把它這個橙皮給搞下來 搞下來 然後非常專業的 這樣 把一點橙油在上面 抹一抹 抹一抹 抹一抹邊角 這樣 Takran 科羅納日出 就做好了 我試試 太好了 這個混合了Takira跟啤酒跟麥香的結合 然後橙子帶一點點酸甜的感覺 清爽 這真的不錯 我覺得這個能配炸雞 大家也可以在家裡試試 特別特別的簡單 三種原料解決 然後你如果想喝甜一點 你可以往裡面加一點蜂蜜或者白糖都可以 好那節目的最後呢 我也很慶幸現在國內的疫情得到了控制 那現在海外的疫情在蔓延 我希望在海外的朋友們 要多多注意安全 出門要戴口罩 盡量別出門 然後要多多洗手 相信這一切都會過去 我們都會回到正常的生活 那麼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贊關注轉發單連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美酒既是藝術也是生活 關注ivvy的微醺酒館 帶你品味樂趣人生 下期節目我們再見 美酒既然是在品路上 美酒的映的